小韩和小易正在玩一场比大小的扑克牌游戏 双方约定 一对阵三次 赢两次的为胜者 二每人每次指出一张牌 三第一次谁先出 后面两次还是谁先出 那么小韩拿到的牌是 十七和四 小易拿到的牌是 九 六和三 由于小易的牌每一张相对较小 结果连完三次都是小易说了 那么小易有没有赢的可能呢 其实呀办法还是有的 我们来看 当小韩出十的时候 小易可以出三 让小韩赢第一次 然后小韩出七 小易出九 小易赢 最后小韩生四 小易生六 小易赢 那么小易赢小韩的秘诀 是什么呢 其实是这样的 首先小易要出最小的牌 印第小韩最大的牌 使小韩最大的牌发挥最小的作用 其次要有两张大于小韩的牌 再者必须必须后 再者必须后出牌 那么这一策略在我古代源源流长 有名的历史故事 田济赛马就用了这一策略 让我们来看一下 田济赛马 在齐国 赛马是最受贵族欢迎的娱乐 田济是齐国的大将军 他十分喜欢赛马 经常和国王及其他大臣比试 可是几乎每次田济都会输掉比赛 这天田济赛马又输了 好朋友孙变安慰他说 下次带我到赛马场看看 也许我能帮你 又一次赛马时 孙变随田济来到赛马场 孙变了解到 马匹岸奔跑的速度 分上中下三等 等次不同 中式也不同 比赛为三局两胜制 比赛时要求上等马对上等马 中等马对中等马 下等马对下等马 国王每个等级的马 都比田济的马强 田济怎么能赢呢 所以比赛还没有结束 田济就要离开赛马场 那么第一次赛马 田济为什么输了 让我们通过这张表格来看一下吧 由于在同等级别的马中 田济的马不如骑王的马 而骑王和田济的出马顺序呢 又都一样的 这样 想一想 田济怎么可能赢呢 那么正当田济垂头丧际的时候 他的好朋友啊 孙宾给他出了个主意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孙宾拍了拍田济的肩膀 笑着说 我有办法让你赢国王 田济高兴极了 大王 我想跟你再赛一次 国王正在得意洋洋的 花药自己的马 听了田济的约情 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比赛前 田济按照孙宾的主意 为下等马 踢上了上等马的马鞍 去和国王的上等马比赛 第一局比赛开始了 国王的马跑得真坏呀 一眨眼 田济的马就被甩得老远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按照孙宾的安排 田济用自己的上等马 与国王的中等马比赛 在一片恶彩声中 田济的马竟然超过了 国王的马 轻轻松松地赢了第二场 国王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第三局比赛 可是最关键的一局 田济用中等马 和国王的下等马比赛 结果田济的马 又一次冲到国王的马 前面去了 比赛结束2比1 田济终于赢了一次赛马 这回田济赢了 我们来看孙宾的策略 孙宾改变了一下出马的顺序 用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 输了第一局 然后呢 用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 赢了第二局 最后用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 赢了第三局 那么田济有多少种可以采用的测量呢 这是不是唯一取胜的办法呢 我们来看 其实田济有这样的六种出马的方式 当齐王分别出上中下等马的时候 第一种办法 前期就是出上等马 中等马 下等马 结果 齐王胜了 第二种办法 分别出上等马 下等马 中等马 齐王又胜了 第三种办法 说中等马 上等马 下等马 齐王还是胜了 第四种办法 说中等马 下等马 上等马 齐王又赢了 接下来说 下等马 上等马 中等马 这回田济赢了 然后第六种方法就是 说下等马 中等马 上等马 齐王获胜 那么在这六种方法当中 只有第五种 也就是生病的 这一种办法 使田济获得了胜利 看来啊 生病的办法 真好 但同样也要具备 这样几个条件 首先 要出下等马 应对齐王的上等马 使齐王上等马 发挥最小的作用 然后呢 就是用同等级别的马 势力相差不大 再者 就是让齐王先出马 那么 我们刚才的扑克牌游戏 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就是 都要全盘考虑 整体去胜 好了 课后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想一想 如果再来一场比赛 齐王一定要获胜 该怎么做呢 什么 我 一起 好 你 때는 斿